我想像中有些落差 Hi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做個開箱 開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JWP的袋子 如果大家都有聽過這個牌子 相信大家都知道 它在Facebook、IG、甚至Youtuber上 都放很多的廣告 其實我在想到底這個袋子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呢? 我就買了它回來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立刻開箱 我就買了兩個袋子 一個是啡色的 一個是白色的 就隨機開吧 我不知道開到哪一個 其實這個包裹來了幾天 今天才跟大家一起開箱 其實我也忍了很久 我們現在立刻打開它 裡面有一個塵袋 就是這樣 那本來比較重要 還要幫它拍攝 我就不按鏡石了 我就不按鏡石了 反正都扔了 它的帶子也是比較粗一點 而且長度看起來也是比較短 長度也是偏短一點 就會比較適合亞洲女生 那這個袋子的長度 我就覺得剛剛好 是來到腰的位置 但是我在想 它這個扣是不是長期凸出來 如果凸出來的話 就會沒有一個美觀 那它開關是怎麼開的呢? 它是這個小按上去 然後它就會彈開 它裡面總共有兩大格 還有一格是一個小暗格 讓你可能安裝卡住 或者安裝電話 那我摸上去 這個袋子也很滑 然後紋路也做得不錯 那我現在第一眼看上去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 它這個金色 也是有點太黃金色 如果它是偏向銅一點 會比較好看 就是看上去就會更高貴一點的感覺 這個袋子就剛剛跟大家看完一次了 那現在就跟大家實測一下 它可以放到多少東西進去 首先第一樣就是 就是安裝我這個錢包 其實呢 因為我不收拾的關係 它現在是很厚的 超多的垃圾單在裡面 然後呢 也要有一包拾紙巾 不過因為這包還沒開的關係 比較厚一點 然後還有一串鎖匙 還有一包T恤 還有 出街必備的消毒酒精 因為消毒酒精太長了 它放不下去 那我試試合不合得來 好 那我裝完這些東西 都勉強合得來 那證明呢 其實我可能把尿袋放進去也沒問題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空位 你可能放一兩支唇膏 或者再放一個充電器也沒問題 那這個就是這樣 那第二個袋要和大家一起開箱的呢 就是一個白色的袋 那它會比剛才那個再小一點的 那它是一個The Fate Top Handle Bag 都是有一個這樣的盒子 還有一個這樣的防塵袋去帶著的 就是這樣 那它實物呢 就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白 它是偏向有一點點灰白色的感覺 我想像中有點落差 但是拍出來呢 不知道為什麼是白色 那這個的白色款呢 會比剛才那個再細一點的 那它也是有附送這個肩帶 那這條肩帶就會比剛才那個長一點 那這條肩帶就會比剛才那個長一點 那我剛剛就換了肩帶了 那跟大家試一試長度先 因為呢 上網的人說有些太長了 那它就是落到盆骨那個位 比剛才那條呢 就是長一點 但是也不是說很長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跟剛才那個一樣 短一點點來到這個位置就會更加好 但是我覺得長度也可以接受的 好了 那跟大家看看裡面是怎麼樣的 那它是用這個八樓的設計 那會比剛才那個方便一點的開起來 裡面呢 就只有一個大格而已 那還有一個小的有拉鍊的暗格 那這個暗格我想應該只能放到卡住的 那呢 而後面呢 也有一個小小的位置 那我覺得呢 通常都是用來製手機的 那這個袋子的收納空間 就比剛才那個小 但是我覺得呢 都應該可以放到一些基本出門要用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吧 那首先第一件東西 當然是錢包 那我再看看 再看看 嘩 放完錢包進去 其實已經沒有了一半位了 那我之後就放鎖匙 因為一定要帶出去 那之後呢 也是有這一包的紙巾 那之後呢 也有這一包的紙巾 那然後呢 也有這一包的紙巾 那這個好可愛 那再裝上這個噴噴 我覺得有點矮 嘩 裝到喔 不錯喔 它也裝到我剛才所說的東西 它剛剛好的 還有一點空位置 如果需要 可能放一支唇膏也沒問題 嘩 我覺得這個好好喔 這個我喜歡 這個比較漂亮 那在買這個袋子之前呢 其實也有些東西想讓大家知道的 這個牌子的袋子呢 是需要買滿四百五十元港幣 才會免費送來香港的 其實你買兩個袋子呢 就基本上是免運費的了 另外一個點呢 希望大家知道的呢 就是這個袋子是Made in China的 那它也不會是在美國寄過來的 如果大家不喜歡中國貨的話呢 就建議大家可能選其他牌子了 第三樣東西想大家知道的呢 就是它這些袋子也不是真皮的 那它全部都是用純素的皮革 那大部分純素的皮革呢 都是用PVC啦 石油啦 或者PU膠的 言下之意 其實它們不是真皮的袋子 所以它們的價錢呢 也會比真皮的袋便宜很多 同時呢 它們也標榜了自己是用一個超小的纖維來做這個袋子 言下之意呢 就是它們的袋子 是不會像其他純素皮革一樣 會那麼容易脫皮 幫大家考證不到這一點 因為都需要一點點時間 那最後如果你問我 那些袋子是否值得買啊 你覺得怎麼樣的話呢 那我因為我剛剛才開箱 那我目前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用後感 第一眼的感覺而言 我是喜歡白色那個比較多的 這個啡色的袋子 看上去那個感覺就沒有那麼貴氣 背上去就會不像牌子袋 我覺得 就比較普通一點點 但是呢 白色那個呢 相對而言是比較有貴氣一點點的 同時呢 它也都可以換成手抽的模式 那如果你們問我 哪一個抵賣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個抵賣一點的 因為它這個 除了價錢便宜一點之外 它的外貌啊 或者容易襯度來講 我覺得這個也是比較好的 除了它容易襯一點之外 它也可以有兩種的帶法 一個是斜背 一個是手抽 那做完上面呢 也可以有多少少的變化 所以我會推介這個袋多一點 那距離我拍片那天呢 其實已經過了兩個月的時間 那我自己就真的超喜歡這個白色的袋子 因為真的非常之百搭 而且很適合夏天的裝扮 所以呢 真心跟大家推介白色的那個袋子 那至於啡色的這個呢 我就覺得可以跟回個人喜好去選擇了 而我自己呢 就覺得這個袋子 比較適合秋冬的天氣去使用的 那所以現在來說呢 我就覺得這個袋子未必需要買了 好 今次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我啦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頻道 留言給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這個粉底呢 我覺得它貼服得來 一點都不會覺得很黏的 那同時呢 它的遮瑕效果也是非常之不錯 我覺得呢 不需要用遮瑕膏已經很足夠了 第二個我選的化妝品呢 就一定是這個眼影盤了 那我就選了這個Edit House 大家耳熟能長的這個麵包盆 那裡面的顏色真的超級漂亮 不用我講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那呢 那我為什麼會選這個麵包盆 做三人化中文的其中之一呢 那就是因為這個麵包盆 是用大地式做主調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個麵包盆呢 就是因為它做到的功能有很多 今天都可以頒多了 我看見到他可以選這個麵包 我會選這個麵包盆 我們期望 然後我們可以選一個小麵包 到最後一張小麵包 手抖到最後一張小麵包 那是哪一張小麵包 那沒有小麵包 那是我的小麵包 那是第三張小麵包 一張小麵包 那是誰可以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